对门徒说 让孩子到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的国正是像这样的人 Peter跟Linda 我知道你们来到这个教会一段时间 你们在教会里享受那丰富奇妙的恩典 我们非常的高兴 你们在葡萄堂 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看得到主的恩典在我当中 如今你们带着Melson 郑东 还有Stefan 带你 来到主的台前 我要在主里面问你们简单的问题 我请问 你们是不是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 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 圣灵是你们的宝贝师 来养育他们 把他们带领成越来越像的主 你们愿意这样做吗 好 既然你们这样愿意 我们就一起祷告 恩主 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 也充满了敬畏 今天 Peter 跟 Linda 把Stefan 跟 Nelson 来到主的面前来 主啊这是一个奇妙的圣诞节 也是他们生命一个特别的时刻 他们把他们最宝贝的奉献在主的面前 主啊主啊 我求你按照你的应许 就像父亲取了 Nelson 他这样的一个名字 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是一个陶如许愿的 每一位带着Stephanie来祷告 让他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安慰 也成为爸爸妈妈的铁心 让他们在主的爱的环境里面 常常看到主的恩典 谢谢主 我们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圣诞节 对他们一架是何等的奇妙 主啊你的安排何等的灵命 谢谢主 当他们把两个孩子献到他以前 就像当年主耶稣的父母 把主带到圣殿的一样 你的恩典大大的交换他们 来扶持他们 谢谢主 替我们的报告 奉靠主 Amen 好 请你们两位向后转 然后我们大家要热练 Linda的介绍 然后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什么名字 告诉你 这是我跟Peter的女儿Stephanie 她之前六岁 在一年纪 中文名字叫陈黛宁 那这位是Nathan 他中文名字叫陈振东 一月份要三岁 好 我们非常欢迎他们 我们再次用掌声 来 谢谢